在福島縣,為了將安全美美的龍林水產物送到餐桌, 在種植前,生產和物流三個階段均採取確保安全的措施。 核電廠事故後,洩漏出不少放射性物質。 不過,根據過去的研究結果,放射性物質容易被土壤裏面的黏土礦物吸收, 但不容易被農作物吸收。 另外,色會停留在土壤表面5厘米之內。 所以,只要用鏟除表面土壤, 將表層土壤和深層土壤交換。 深層土壤耕作這三個手法, 便能有效減少來自農地的放射性物質的影響。 農作物在成長過程中需要甲、淡、鱗酸這三種元素。 如果土壤裏面的甲減少, 農作物就會轉移吸收同樣是鹼金屬的色。 所以,只要土壤含有豐富的甲, 便能控制農作物對放射性色的吸收。 日本製定食品中的輻射檢測標準值, 是參照發電委員會的國際標準。 一般食品中的色限量標準為每公斤100倍可, 原料賴每公斤50倍可, 均為國際上較嚴謹的數值。 在福島縣、龍林水產物在出貨前, 要根據國家法律基礎進行放射性物質檢驗。 直到目前為止,已經檢驗過17萬個樣本。 2011年8月以後產的牛肉, 2013年2月以後的蔬菜水果, 和2015年4月以後的海產物都沒有超標。 此外,所有園內出產的主食大米必須經過檢驗。 而2015年,及打後產的大米並無一代系超標。 國家和園對於流通的食品, 會在零售店進行抽氧檢查,確保安全。 總括而言,在福島縣, 已經致力減少在播種前受放射性物質的影響。 在出貨前,也會檢驗確保不會超標。 確認流通的濃淋水產物是安全, 建立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體制。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體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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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